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在开国中将中,大都是征战沙场的猛将 要么是司令,要么是政委,参谋长 但其中有一个人很特殊 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更没有摸过枪 但他的作用却大到不敢想象 连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刘伯承,陈庚等人的命都是他救的 这位中将就是傅连璋,被誉为红色花佗 傅连璋1894年生于福建长厅县 毕业于当地一所教会医院 从此跟医术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有一次,傅连璋接到中央的电话 说你赶紧来,毛主席快不行了 傅连璋知道十万火急,立刻带上药品 骑马飞奔180里 赶到了江西渝都县干南苏维埃政府驻地 毛主席正躺在床上发高烧 傅连璋检查后,说主席得了疟疾 幸亏来得早 傅连璋夜以继日的忙了好几天 才终于把毛主席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其实不光是毛主席 傅连璋还救过朱老总,周恩来,刘伯承,陈庚,王树生等人的命 甚至他还是红军的接生婆 红军长征时,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临产 就是傅连璋给接的生 红军到达陕北后 傅连璋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医院院长 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等职 专门负责领导人的身体健康 可想而知,他肩上的担子一点也不比前线杀敌的将士们轻 当时的延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可以由中央举办助寿活动 像徐特利、谢绝哉、林伯渠等延安五老都举办过 傅连璋生于1894年,比毛主席还小一岁 但在傅连璋50岁的时候,中央决定给他也诸寿 周恩来亲自主持寿宴 说我们为什么要给傅连璋同志诸寿呢 别的不说,连璋同志救活了无数红军指战员 他是我们红军的大恩人 就凭这一点也应该诸寿 1955年受贤时,傅连璋虽然从来没有上过战场 但也被授予中将军衔 消息公布后,所有人都没有二话